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五,我是Ellen 那我们的澳股大盘在周四是再次站上了6700点 医疗股PME上涨幅度接近了15% 可谓牛气冲天 对于PME而言,其下一阻力是在38的价格区域 那人工耳窝COH在连跌之后是终于实现了反弹 从目前图表来看 如果想要重拾涨势COH需要率先站上200的大关 支付板块的大哥APT昨天表现不俗 对于APT而言能否突破之前的高位 再创股价的新高,我们拭目以待 而在飘红的身影当中 由于黄金价格迟迟未能突破1900 所以黄金股们昨天的表现继续暗淡无光 但这样的过程在我个人看来 应该被解决为持续的驻止阶段 那香港恒生的波动正常 龙头腾讯在因监管问题出现20%左右幅度的调整之后 如今是再次向史上高位发起冲击 我个人看好腾讯的个人观点一如往昔 那上证指数呢 昨天是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我本人的基金昨天的收益是负的 那在诸多板块当中 因为人民币数字化更进一步 所以A股当中的数据感是迎来了涨停 那美股昨天表现平静 不论是特斯拉还是蔚来汽车 基本是横盘的行情 在一干中概股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百度 因为人工智能跟无人驾驶等多种专利的先发优势 传出造车战略之后 百度的股价呢 是实现了一军凸起 关于百度的前途 我是非常看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跟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小出手的微信 GoMarkets AU2或者GoMarkets AU3 在欧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 03-8658-0602 我是GoMarkets的Ailen 我们下期节目见